我們來看看微信雲圖 目前的颱風 目前就是在我們臺灣的南方 剛剛看到目前的 在這個菲律賓旅宋島這邊 這個帶來災情非常強大 你可以看到他雲層非常的厚實 不過目前各國模擬 都是他未來會偏西 然後朝向了包括廣東南海 甚至海南這一帶前進 好但是雖然不會直接影響我們 但是你看到他拖長長的外圍環流 還是會逐漸的影響我們 而且接下來就雨一下 可能就是好幾天會下到下週 而且迎風面跟背風面 其實這個迎風面的東部 跟背風面的西部 其實這個天氣形態 可以說截然不同 要注意的重點也不一樣 我們待會一一來看 我們先來看到在天氣風險 這邊也幫大家製作了一個部分 就是到底這個颱風影響我們 現在不會覺得颱風知道 是往西來前進 好這個雲層 當然看得非常明顯 就是到時候颱風邊緣 外圍環流 主要風場是比較偏東南風 颱風外圍帶來的東南風 還有東風的風場水氣會增加 明天應該是相對比較明顯 好到禮拜四禮拜五 也是因為受到颱風外圍的影響 還有東南風持續的影響 所以大概也是類似的天氣形態 所以這幾天 禮拜二到禮拜四禮拜五這幾天 大概都是颱風的影響 不過呢 我們剛剛講到下到下周 就是因為你看其實臺灣在附近 這所謂的大地壓帶的影響 天氣相對比較不穩定 所以呢 這個在午後降雨 或是不穩定的天氣 大概會持續到下周一 好不過我們接下來看看 我們剛剛講到迎風面的東邊 這邊要比較注意的是大雨 那在西邊呢 注意到的是高溫 昨天三峽超熱 三十九點九度 好這個連續兩天三峽 都是四十度左右的高溫 好就是因為所謂的這個低壓 或是颱風外圍所謂的沉降 增溫的效果 只要一不下雨 這個在西半部這邊 被封面就會升溫非常快 台北已經現在七點十七分 二十八點九度 那另外我們看到在嘉義台南 目前也都是蠻熱的天氣 所以在西半部桃竹苗 好這兩天要特別注意 還是會有可能會來到三十七度以上的高溫 好所以除了我們剛剛講到摩羯颱風之外 其實我們等一下看這兩張圖 你大概比較一下就知道 接下來我們臺灣附近有多不穩定 好這張圖是這個氣氧鼠預測九月四號 晚上八點的地面天氣圖 到時候摩羯颱風 大概是在我們臺灣的西南方 但是你看右邊有個L 就是有一個這個低壓 好這個低壓呢 預計在周五周六 有可能會深沉颱風 我們再看下一張圖就知道 好在九月六號 有點靠近我們臺灣這邊了 好所以在我們臺灣附近了 這所謂大低壓帶 尤其在日本南方的這一個高壓 目前是大家其中專家比較關注的 他有沒有可能再深沉颱風 那未來動向是如何 而現在呢還沒有辦法那麼確定 但是呢可以知道是臺灣周邊的一些不穩定的天氣形態 還會持續下去 至少在雨 在東南邊呢 這比較迎風面的地方 可能雨要下到下週才會相對比較穩定